好 第一章 我们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概念 特征 形式 内容和发展历程 那么这一章 我们重点跟大家一起探讨 媒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层面 就是媒介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 那么在这个部分 有非常重要的一种观点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媒介决定论 这一派学者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 媒介技术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 这一派学者 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具体的几种观点 比方说 有一位学者 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学者 叫做Harold Ennis 他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 叫做媒介偏向论 这一位就是Harold Ennis 加拿大一位非常重要的媒介学者 他认为 媒介总会体现出 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的一种偏向 人类社会从诞生开始到现在 已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传播媒介 我们前面也做过了梳理 但是他认为不同的媒介 要么偏重时间 要么偏重空间 总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时空偏向 比方说他认为 有一些媒介特别的偏向时间 有哪些媒介具备比较强的时间偏向呢 我们举个例子 人类自古以来 出现的这些雕塑 岩洞的壁画 石窟 这个墓碑 甚至是寺庙等等 这些非常笨重 难以移动的 但是可以经历非常长的时间 而不受太大影响的媒介 就可以称之为 时间偏向媒介 时间偏向媒介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可以经历历史的长河 而不受太大影响 比方说大家到杭州来旅游 去黎影寺 去飞来风 可以看到很多栩栩如生 非常生动的 香活的这样的一些雕塑 这些雕塑 要么是上百年 有的甚至上千年 一直以来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看上去 还觉得栩栩如生 那么当时人们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雕塑 通过这样的一些 时间偏向媒介 把自己对于人生 对于社会的一种感悟 一种思考 记录下来 让后人可以一代一代 往下传 所以这种叫做时间偏向媒介 相反 另外有一些媒介 可能更多的是 一重空间 那什么叫空间偏向媒介 凡是在空间上 溢于传输 方便移动的 这样的一些媒介 都可以称之为 空间偏向媒介 举个例子 从造纸开始 到印刷 到电报 到广播 到电视 再到我们现在的网络 可以说都是 空间偏向媒介的 很好的例子 因为这些媒介 都非常易于在空间上进行移动 那纸张 相对于 这个龟甲 兽壳 相对于墓碑 相对于严动的 壁画来讲 当然更容易传输 那电报 广播 电视这样的电子媒介 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电波的方式 甚至现在通过光的方式 来进行传输 它是一种非常快速的 瞬间传播方式 那么在伊尼斯看来 媒介的这样一种时空偏向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去理解媒介的特征 而且对于社会 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比方说他认为 空间偏向媒介 会使社会 更加注重历史 更加注重传统 更加注重 礼仪 更加注重点极 更加注重宗教 更加注重 等级关系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 封建社会 就是这样一种 以时间偏向媒介 为主导的社会 所以导致整个社会形态 呈现出这样的一种 相对来讲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 但同时也是比较僵化 比较封闭的 等级森严的 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 相反 空间偏向媒介 能够使得社会 更加重视 现在而不是历史 更加重视 地理意义上的扩张 而不是封闭 更加重视 未来 而不是历史 更加重视 人和人之间 平等的关系 而不是重视 等级的森严 更加重视 科学技术 而不是重视 典籍 和传统 所以导致 这样的一种 以空间偏向 为主导的社会 呈现出 这种比较有活力 在空间上 又易于扩张 那么在科学技术上 飞速发展 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好 在埃尼斯之后 他的一位学生 或者说 受他影响 非常深远的一位 同样来自 加拿大的一位学者 叫麦克鲁汉 也提出了 类似的一个观点 叫做 媒介 即讯息 马歇尔 麦克鲁汉 也是来自加拿大 曾经在 多伦多大学教书 所以他和 英尼斯 被后人 共同称为 多伦多学派 因为他们 共同关注 媒介技术 如何影响 社会变迁 麦克鲁汉 非常帅的一位学者 当时 非常受欢迎 因为他提出了 很多的 非常 让人 惊叹的 一些 概念 一些名言 一些警句 其中 不乏很多 闪光的地方 当他的 一些 学说 引入到 中国大陆之后 也是广受欢迎 我们很多学者 对于麦克鲁汉的 一些观点 也是耳熟能详 麦克鲁汉 他提出的 可以说 最重要的 一个观点 就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媒介 及讯息 很多人 第一次看到 这句话的时候 都觉得很困惑 什么意思 媒介 跟讯息 这本来是两码事 为什么要把它们 等同起来 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媒介 它是用来传播 讯息的 对不对 但为什么 麦克鲁汉会说 媒介 寄讯息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 来理解 麦克鲁汉的 这种观点 首先 麦克鲁汉认为 媒介 能够重新定义 时间 和空间 比方说 我们讲到的 电子传播技术 以电视为代表 它是一种 以电波 为手段 来进行的 信息传播方式 也是一种 我们叫做 顺时传播 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顺时传播 所以通过这种 顺时传播 我们在时间上的 概念得到了改变 在报纸时代 对吧 我们头一天的新闻 要第二天才能够 发布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 在报纸更早 我们通过 书信的方式 往来的时候 一个月之前的新闻 一个月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种 电子传播技术的出现 时间 的概念 发生了变化 空间 也是一样 麦克鲁汉 曾经提出过 另外一个 非常著名的概念 叫做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就是认为 电子媒介 当然在他的书本里面 用的词叫做 电力媒介 Electric Media 他认为 电力媒介 能够缩小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使得天涯若比林 921事件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天早上 我相信很多人 早上打开电视的时候 就看到 那一幕让人 一直到现在 还难以忘怀的场景 两架飞机 相继撞上 纽约 世贸大楼 当时可以说是 全球的观众 在那个时刻 共同见证了 这一场 人类历史上 最悲惨的一个悲剧 之一 所以让人感觉 的确是一种地球村 虽然是在 远隔重阳 千里之外 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视 一同来见证 一同来感受 一同来经历 所以就好像是 一个村子的人 一起来经历一个事情一样 所以他可以非常强烈的 改变我们的时空的观念 第二 麦库罗汉认为 每一件能够改变 人们的感官比例 我们知道 人类在进行信息传播的时候 会用到我们各种不同的感官 比方说视觉 比方听觉 等等等等 麦库罗汉认为 在部落时代 在原始社会 人类用的是一种非常综合 非常全面的 一种感官模式 他把它叫做 Holistic Communication 就是一种非常全面的 全感官的一种传播方式 就像我们在学校上课 老师跟学生 进行这种口语的交流一样 因为学生在听老师上课的时候 可以接触 可以接受 多渠道的这种信息 比方说通过声音 通过影像 通过形象 通过身体语言 表情动作 甚至眼神等等 通过很多不同的感官 来进行信息的获取 和传播 但是当人类进入 书写时代 进入印刷时代之后 麦库罗汉认为 这样的一种媒介 打破了人们的感官平衡 因为书写和印刷 是需要人们 只通过视觉的方式 来进行信息的获取 它是比较 强调 视觉感官的 那么进入到广播时代 又变成了 比较强调 听觉感官的 这样的一种 时代 那进入到电视 是一种视听兼备的时代 所以麦库罗汉认为 每一个新的媒介的出现 都会 使得人们的感官比例 得以改变 从最原始的一种 非常综合的感官 到后来 要么依重视觉 要么偏重听觉 而且 有一些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发现 我们现在使用的新媒体 也可以非常深远地 改变我们的感官比例 比方说现在 年轻人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是我们现在用眼睛 用的很多 不是看电视 就是看电脑 就是看手机 各种屏幕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断充斥 所以导致我们的眼睛 导致我们的世界感官 会不断地突出 所以有 学者 预测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现在的 人类的 面部的 五官的构造 那么 十万年之后 我们的眼睛会 变得稍微大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 使用眼睛来看 二十万年之后 我们发现眼睛 又变得更大了 三十万年之后 我们的眼睛会变成这样 你会发现非常不协调 但是 这是我们科学家 做出的一个预测 很有可能 如果我们按照 现有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使用媒介 就会使得我们的面部 变成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的眼睛 在 我们的面部上的比例 会变得越来越大 全部都变成大眼妹妹 不需要用这个美图 来进行修改 所以这是对于我们 人类感官比例的 一种改变 当然 麦库朗汉认为 媒介也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比方说 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电视 来进行报道的 进行播出的 美国总统选举 候选人的辩论 当时是两位候选人 这一位是肯尼迪 这一位是尼克松 当时这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 同时通过两种媒介进行播出 一种是通过电视 另外一种是通过广播 但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的人 对于两个候选人的评价 截然不同 他们最后做出的选择 要投哪一位候选人的票 也决然不同 为什么 就是因为媒介本身的特性 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具体来讲有什么区别呢 看电视的人 更喜欢谁 更喜欢肯尼迪 因为肯尼迪 年富力强 比较年轻 帅气 衣着也比较得体 穿的一件深色的西装 和背景 对比非常的鲜明 举止谈吐 都非常的 让人 欣赏 那我们再来看 尼克松 相对来讲 有一点老态 隆忠 那么形象 相对来讲 没有肯尼迪那么帅 受人欣赏 所以当时看电视的观众 更喜欢肯尼迪 所以他们把票都投给了肯尼迪 认为肯尼迪会赢这一场辩论 但是听广播的人不一样 因为他们看不到图像 只能听到声音 从声音上来判断 尼克松的声音是比较老成 很稳重 肯尼迪的声音比较年轻 所以从声音上来讲 可能尼克松 可能更占优势 因为他更稳重 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相对来讲 更理性 更沉稳 但是由于当时电视 是一个慢慢 越来越受欢迎的 一个大众媒体 所以最后这一场辩论的结果 就是肯尼迪获胜 而最后 这一场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 也是肯尼迪获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我们说媒介本身 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最后我们说媒介 也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不光能够影响人们怎么思考 也会影响人们怎么行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有很多聚会的时候 当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聚会的时候 大家不是在面对面的进行 沟通和交流 没有面对面的聊天 更多的还是把手机拿出来 刷微博 看朋友圈 甚至是这位老妈妈 也带着一个蓝牙的耳机 把火机端上来的时候 还在打电话 所以我们越来越忽视 这种最亲近的 这种面对面的口语交流 更多的使用一种 媒介化的交流方式 我们叫做mediated communication 我们并不是说媒介化的方式不好 媒介化的方式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可以打破时间的 空间的界限 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人类交往 人类沟通的全部 我们毕竟还是需要 很多这种面对面的 非常亲切的 让我们很温暖的 这样的一种直接的交往方式 所以美国有一位学者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认为这样的一种社交媒体的出现 会导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疏离 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交往行为 也会发生比较深远的变化 这个当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好 再介绍了 因尼斯和迈克卢汉 关于媒介偏向论和媒介讯息的 这样的一些观点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位学者 其实都透露出的 一种观点 就是倾向于通过媒介 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 进行划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传播时代论 通过传播 来对特定的人类历史时期 进行界定 迈克卢汉 具体来讲 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 分成三个阶段 因为他认为 有三种不同的传播媒介 可以直接用来界定 人类发展历程当中的 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那么第一个阶段 叫做口语传播时代 迈克卢汉认为 人类最早使用的 这样一种口语传播的方式 可以被我们用来界定 人类社会阶段的 第一个时期 就是口语社会 比方说我们 小朋友喜欢看的一部电影 《疯狂原始人》 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当时的原始人是通过 口语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 我们还没有印刷 没有电视 没有广播 更没有网络 所以当时原始人 在他们的生产 劳动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通过 更多的是通过言语的方式 通过语言的方式 来进行沟通和传播 所以迈克卢汉认为 这样的一种原始社会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口语社会 所以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色彩 是非常鲜明的 那么 迈克卢汉认为 在口语传播时代 人类社会体现出一些 和口语传播 关系非常密切的 一些特征 比方说 人类的交往方式 传播方式主要通过口语 社会结构主要是以部落为主 非常小的群体 那么文化形态 主要是以传说 以故事 对吧 晚上当原始的部落的成员 他们完成了一天 非常辛苦的劳作之后 他们会点一堆篝火 坐下来 讲讲故事 然后这样一些故事 一代一代传下去 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 一种文化形式 那么到了 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书面 传播阶段 那么迈克罗汉认为 这个历史时期 主流的传播方式 就是书写传播 通过文字的方式 来进行传播 那么在书写 媒介为主导的社会当中 它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跟原始社会 跟部落时代 又不一样 首先 主导的传播媒介 是通过文字 而不是通过语言 另外 人和人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 社会结构 从部落 演变成为村庄 就是village 一个一个的村子 那么从规模上来讲 村庄 要比部落 更大 那么聚集的人 更多 人们的关系 也更加复杂 那么这个时代 主要的生产方式 是农业 我们说口语社会 主要的生产方式 是采集 鱼猎 这样的一些方式 而到了书写传播 是主要以农业的 生产方式为主 那么文化形式 我们知道 虽然 有了文字 有了印刷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人 都能够 接触到 这样的一些文字 接触到 这样的一些书籍 这样的一些书籍 文字 知识 其实是被 社会的精英阶层 所垄断 所以在 书写 传播时代 我们看到了一种 知识等级的 现象存在 知识被垄断在 少数人的手里 那么第三个阶段 麦克鲁汉把它称为 电力 Electric 电力传播时代 他认为 以电报 广播电视 为代表的电力媒介 使得人类 社会进入到 一个新的时代 他把它称之为 电力传播时代 那这个时代 主导的传播媒介 就是电力媒介 主要的生产方式 是什么呢 工业 生产 工业化大生产 流水线 特别是 工业革命 蒸汽机发明之后 我们很多的生产方式 都是通过工业化 大规模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生产 那社会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部落 不再是村庄 而是出现了什么 城市 城市化的过程 和工业化的过程 和现代化的过程 三者是交相呼应的 那么 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 由于大众媒介的出现 我们说在文化形态上 出现了知识的普及 特别是大众媒介 以太阳报 这样的廉价报纸 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出现 使得每个人 都可以花费 非常低廉的价格 也能够享受到 大众媒介的信息服务 也可以获取信息 能够接受知识 所以知识得以普及 教育得以普及 这是我们在电力传播时代 比较值得关注的 一些社会特征 那么在麦克鲁汉看来 人类 比较主要的几个发展阶段 都可以通过 这个历史时期 比较主导的传播媒介 来进行界定 这个也是我们通常讲的 传播定代论 或者说传播时代论 好 前面我们 给大家介绍了 印尼斯·麦克鲁汉 关于媒介决定论的 一些基本观点 但是我们需要 澄清的是 在印尼斯和麦克鲁汉的 论述当中 其实也谈到了 社会对于 媒介技术的一些影响 所以 其实把他们 归结为技术决定论者 也不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他们更关注的是 媒介技术 如何影响社会变迁 所以总的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 把他们这两位学者 把多伦多学派 看作是 技术决定论的一种 观点 那么 在我们探讨 媒介技术 和人类社会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技术决定论 是一种 思潮 但我们发现 这样的一种思潮 它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 当我们去反思 技术决定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技术决定论 有一些缺陷 我们必须要警惕 具体来讲 我们说 技术决定论 有以下 几个缺陷 首先 简化论 简化论 技术决定论者 倾向于 把社会变迁的 所有原因 归结为 媒介技术 他们认为 只有 通过媒介技术 这么单一的 一种原因 我们可以来解释 各种各样的 社会变迁 所以这种简化论 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单因论 就是只有这么一种原因 推动社会变迁 那么这个显然 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 社会变迁 除了技术的动因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发生作用 那么第二个缺陷 我们叫单向论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 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 往往是单向的 单方向的 就是只有从技术到社会 而没有从社会到技术 那么这种单向的影响 在很多技术决定论者 看来是一种 非常自然的现象 因为他们认为 技术是机 社会是弹 我们先有技术 然后才有社会 各种各样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发展 所以这是 技术决定论 另外的一个不足 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就是机械论 他们认为 技术的发展 就像一个钟表一样 就像一个机械一样 它是自制的 它是可以自己 不断往下运行的 而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 而且一旦开始运转 它就会不断地运转下去 所以也有另外的一些 概念叫做 比方说技术必然 它是一种必然趋势 只要开始了 就停不下来 所以这个叫机械论 那么显然 这种机械论 也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 不足就是中立论 大部分技术决定论者 都认为技术是中立的 他们看来 技术它就是一种科学技术 无所谓对错 无所谓阶级的偏向 它不会偏重 任何人 不会偏重任何阶级 所以这个叫做中立论 显然这样的一种 中立论 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技术 它其实可能会更多的 偏向某些人 而会牺牲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网络技术 我们新媒体该论这门课 重点探讨的 这样一门技术 它就不是一个 非常中立的技术 为什么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从网络技术当中获益 简单来讲 我们说哪些人 更容易获益呢 年轻人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 收入也比较高的人 更容易从网络当中获益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的老年人 他们不懂 怎么样用计算机 很多农村的农民 由于教育程度不够高 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 和素养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来使用网络 还有很多人 由于精致的问题 由于财力的原因 没有办法 使用电脑和网络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 我们说技术 虽然这个技术很好 但它并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获益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阶级偏向 它往往只会 满足某些人的利益 而会牺牲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这个也是我们讲的 数字鸿沟的问题 我们在后面的课当中 会具体来讨论 所以正是由于 这样的一些缺陷 导致不少学者 在强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个修正的理论 叫做弱技术决定论 我们叫做 Strong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Versus Weak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那么弱技术决定论的学者 他们认为 技术并不是所有的原因 就认为这个单音论是不对的 除了技术之外 它还会和经济 政治 文化 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一道 产生交互影响 但是不管是强技术决定论 还是弱技术决定论 他们都认为 不管怎么说 技术一定是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 推动社会发展变迁的 一种力量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对于 技术决定论的 一种反思 不论是强技术决定论 还是弱技术决定论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技术永远都是核心 主导的决定因素 因此当人们以技术决定论 来解释媒介技术的 发展历程的时候 总有一些问题 变得难以回答 比方说 为什么在一些地方 许多发明 被相互没有联系的技术家们 几乎同时创造出来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 却一无所获 为什么有一些技术原型 并不见得比另外一些 好多少的时候 却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有的转化为发明 而得到扩散 有的呢 只能停留在原型的阶段 而最终被废弃 为什么有的技术 在诞生的时候 就为人们提供了 某些社会选择 而另外的一些选择 却被拒之门外 同样 为什么一些技术 偏向某些社会形态 而远离其他的 还有一些问题 也值得我们思考 比方说 为什么同样的媒介 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 会形成不同的传播制度 呈现出不同的运作方式 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需要寻求一个 合理的解答 但当我们用技术决定论 作为支撑 来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因此 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 有部分学者提出了 社会决定论 他们认为 在讨论 媒介技术 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 除了从技术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就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 比方说有一些例子 让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 社会决定论的一种力量 比方说彩色电视 彩色电视这样的一种技术 其实在1940年代 就已经出现了 但直到1960年代 才被管为采纳 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说技术完全可以决定 自己的发展和变迁的话 就不可能等到几十年之后 一个技术原型才会被管为采纳 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战争 我们知道 1940年 正好是在二战期间 所以当时即使有彩色电视 这样的一个技术存在 人们由于战火的原因 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需要 导致二战之后 彩色电视这样一个技术 才逐渐被人们所采纳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的传真技术 传真技术可以说出现得更早 早在18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技术原型 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 我们才看到它在办公室得以普及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 就是在20世纪后半叶 在美国竞相涌现的大的商业公司 由于这些商业公司相互之间 他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这种信息交流和传播的需求 导致传真这样一个技术 慢慢地走进人们的视野 所以社会决定论 持社会决定论观点的学者 他们认为 正是各种社会力量 决定了一项技术原型 是否会被人们广为采纳 所以对立于技术决定论 一部分学者采取了社会或文化决定论的立场 这一观点认为 技术的产生 发展和使用 完全是被社会政治 历史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社会的特征 在决定 在决定何种技术被采纳的过程当中 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 与技术本身的特征相比 社会 政治 文化因素的作用 更加明显 这就是社会决定论的主要观点 对于社会各种因素 究竟如何决定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的 创始成员之一 布里恩 温斯顿 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他的力作 媒介技术与社会当中 他提出了一个 颇为重要的 加速器和制动器的模式 通俗来讲 也就是一个油门和一个刹车的模式 这样的一种油门刹车模式 对于我们解答上述的一些 技术决定论的困境 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油门 什么是油门 在温斯顿看来 油门就是社会需要 它将原型转化为发明 并将发明推向世界 导致发明的扩散 举一个例子 电影就是因为城市化 所导致的一种社会需要 使得它在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成为当时大量 从欧洲 从南美 移民到 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城市 新移民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需求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些新移民 他们要在大的工厂当中去劳动 回到家之后 非常辛苦 需要有一个非常给力的 一种传播媒介 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娱乐 让他们能够进行放松 所以这样的一种城市化的过程 是电影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为电影的采纳和扩散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社会需要的 这样一种动力 同样 现代公司至于传真和电话 战争至于电脑和网络 都是非常经典的例子 同时 我们说还有一种力量 就是刹车 什么是刹车呢 温斯顿把刹车 理解为 一般的社会制约因素 联合起来 对发明装置所具有的 从根本上瓦解 寄存社会形态的潜力 进行限制 使得新技术 它必须要适应现有的社会结构 刹车的例子非常多 包括我们通常讲的 对媒体内容的管控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于技术标准的设立 等等等等 都是刹车的很好的例子 那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刹车的存在 才使得社会变迁 往往呈现连续 而非革命性的改变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刹车法则 使得任何新传播技术 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才真正得以普及 所以我们来看温斯顿 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的 油门和刹车模式 他认为人类的媒介技术 当然首先是来自于科学 我们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 各种各样的ideas 那么这样的一些想法 最终可能会形成一种prototype 一种技术原型 那么当一种技术原型被科学家 被技术家在实验室发明之后 就必须要面对一个社会的选择 那在温斯顿看来 社会的选择就包括两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就是社会需要 它叫做supervening social necessity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各种社会力量 是不是让人们感受到 这样一个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 如果当这个技术原型 正好碰上了这样的一种社会需要 我们说它就会成功的被人们所采纳 变成一种真正的发明invention 那如果 当时没有一个非常足够的社会需要 我们说它就会被拒绝 人们不会采纳 就会变成redundancy 一种多余的一种技术 永远都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那除了社会需要之外 我们刚才提到的 它还有一个力量就是 对于激进 对于技术的激进潜力 进行限制的这样的一种法则 它把它叫做 the law of the suppression of radical potential 对于任何一个技术 它都会对社会有一种改变的一种 这样一种潜力 所以社会的方方面面 会对技术的激进潜力 进行压制 进行限制 使得它要适应于当下的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 所以一方面是油门 另外一方面是刹车 这样的一种矛盾 体现在技术的进步之上 就是先加速后刹车 技术史似乎包含这两种过程 同时存在 有时我们看到的是 处于快速的连续状态 它将人类的生活向前推进 逐渐在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层次 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模式认为 人类的技术进步 就像站在向上的 电伏梯里面往下走 或者像乐观主义者 他们所谓的 站在向下的电伏梯里面往上走 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要用的这种手扶电梯 都是在两种相矛盾的 力量的博弈和制衡当中 不断地往前演进 所以这种激动的抽搐式的进步 在传播史上不断重复 也正好体现了 媒介技术的演变过程 好 对于技术决定论 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答案似乎已经摆在面前 就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制 正是这两种社会力量 决定了媒介技术 在诞生发展和运作方面的 不同情况 然而 社会或文化决定论 也会面临新的困惑 也就是说 不论是技术决定论 还是社会决定论 都会面临一些困惑 那就是既然 我们说技术处于社会 各种因素的严密掌控之下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 有的技术会超出预定的发展轨迹 进而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是在工业革命的初期 英国的统治阶级 当时为了训练 劳工阶级的阅读技能 以便他们能够了解 各种各样的新指令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 在工厂里面进行工作 而且 可以通过提升他们的阅读技能 来阅读圣经 从而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 维护社会的稳定 但是没想到 一旦工人有了阅读圣经的能力之后 也就不能够阻止他们 以这种能力去阅读激进报纸的新闻 这种意向 虽在控制之中 效果却在控制之外的情况 可以说在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 比比皆是 对此 一种区别于单向决定论的新的分析框架 似乎能够提供解答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要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互动论的最核心的原因 面对单向决定论的各种困惑 越来越多的学者 采取了一种更为调和的立场 认为技术与社会文化 或者技术与社会和人之间 客观上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而不是一种单一的 谁决定谁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 对于任何技术的完整历史分析 都必须研究 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之间的互动 而社会因素则包括 经济 政治 法律和文化等诸多因素 在这种技术与社会互动论观点的基础之上 我们提出了一个 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演进过程 就像这一幅图所显示的 我们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诞生期 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决定 第二个阶段是成熟期 主要体现的是技术决定 那么第三个阶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过时期 又体现为社会决定 正是经过了这样的一种 从社会决定到技术决定 再到社会决定的三个阶段 我们说一个技术完成了 它和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全过程 好 下面我们展开 对技术与社会互动三个阶段 分别进行介绍 首先是诞生期 在诞生期 我们主要看到的是社会 对于技术的影响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决定 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幅图 在诞生期 我们看到社会需要 作用于技术原型 决定了某一种技术原型 是否能够真正变成发明 在这一阶段 社会需要和技术原型相互之间 也是各有影响的 但是呢 社会因素对于技术的影响 我们这里用粗箭头来表示 它大于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 我们这里用细箭头来表示 所以二者的关系 主要体现为社会决定 技术由于还处于实验阶段 未经采纳和扩散 因此对于社会的影响 是处于隐性的状态 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 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 在批判了技术决定论 和技术表征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技术研究 和发展过程当中的意图问题 他认为 人们先在心中有了意图和期望 才去寻找和发展出电视 这样的科技 然而 他同时也看到 在现代社会当中 有些需求并不一定 就有相应的技术来加以满足 部分原因在于 某种需求太超前了 技术条件尚不可及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 这样的一种社会需求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当中 所处的地位 而并不是取决于需求本身 他认为 如果一个需求 符合决策群体的利益 那么它将被摆在优先地位 迅速吸引各种资源 并得到官方许可 批准 甚至是鼓励 在此基础之上 一种比现有技术设备更好的 用以满足上述需求的技术 便应运而生 可见与主导权力阶层的利益 相一致的社会需求 才是催生一种新技术的关键因素 同样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 马尔库塞也曾经指出 技术本身就是预先按照 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 设计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统治的鲜艳性 和控制的欲望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彩色胶卷的发明 有研究者发现 彩色胶卷是白人科学家发明的 专门用于拍摄白人肤色的 而这种胶卷不能完美地表现自然 特别是不能完美地表现黑人的肤色 会把黑人的肤色拍成绿色 就像我们看到 这张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照片 看上去也有一点偏绿的感觉 很明显 这是白人统治者 全力意志在媒介技术选择上的表现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奥巴马是总统 可能也就不会出现一个 能够把黑人拍成绿色的 这样的一种胶卷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有学者指出 纽约的建筑师罗伯特莫斯 他所设计的道路系统 只能方便一部分人出行 而会阻碍其他人的行动 于是他得出结论 技术可以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设计 用来提供某些社会选择 而阻碍其他的 比方说我们看纽约曼哈顿的街道 从历史上来看 主要的道路是给那些 有车的人士 所以意味着 在这个社会阶层当中 拥有一定财富的阶层 他能够更好的享受 纽约的城市道路系统 为他们提供的便利 而那些缺乏财富的 这些在社会阶层当中 处于中下层地位的人 他们却不能够 从这样的一个技术当中受益 这意味着技术天生 就可以是有政治偏向的 而非中立的 因此当人们采纳一种技术的时候 他所选择的远远不是 他第一眼看到的那么简单 无论是经济 政治 文化 还是技术的角度 技术诞生和扩散背后的因素 都是非常复杂的 技术和社会互动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成熟期 在成熟期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技术决定 还是回到这一幅图 当技术原型 转化为发明 并在社会扩散之后 这一种技术 便进入成熟期 尽管进入成熟期之后 媒介技术仍然 要受到各种社会权力因素的制约 但此时 媒介技术的内在能量 得到了大幅度的释放 其对社会的作用 也从隐性 转为显性 并逐渐 在与社会的互动当中 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一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开始超过 社会对于技术的制约 二者的关系 主要体现为技术决定 此时 社会对技术的影响仍然存在 只不过相对于 技术的主导作用而言 社会的影响 成为一种能动的反作用 主要表现为 通过社会压制因素 对于技术的激进潜力 进行限制 这一阶段 技术成为社会变迁的 主要推动力 在两个层面上 导致社会变迁 首先 是宏观层面 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上 技术 是社会历史变化的 主要原因 有很多学者 都从这样的一种宏观层面 提出了技术 对于社会的影响 比方说贝尔 曾田米尔等学者 比方说贝尔 曾田米尔等学者 提出的信息社会的理论 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 将使社会结构 发生深刻的变化 使人类社会 逐渐从工业社会 进入信息社会 卡斯特尔进一步提出了信息社会 以及网络社会的概念 他认为 这种社会当中 信息生产 处理和传送 成为生产率和权力的 根本来源 信息传播技术 使得网络化 成为不断变化的 自我扩展的人类活动形式 并使社会和经济生活的 所有领域都发生变化 除了宏观层面之外 我们还有微观层面 也就是在特定工具的 日常应用的层面之上 技术是细微 而又深刻的 社会心理变化的 主要原因 例如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 麦克卢汉的媒介技讯息 认为媒介技术 它可以极大的改变 人们的心理 和感官 不断地延伸人类的感官 塑造人类的心理结构 同样 技术对社会的决定作用 还表现在 技术与社会需求的 关系的转变上 当人类某方面的基本需求 通过某种技术 得以满足之后 技术将反过来 成为刺激人类新的欲望 和需求的动力之一 我们来举个例子 录像带 想必 大家还记忆犹新 产生 磁带录像机 的社会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由电视技术技术的发展 所促成的 我们知道 二战之后 随着电视 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普及 娱乐家庭化的需要 日趋强烈 不满于由公共电视网 安排好的节目 一些观众开始试图打破 这种被动收视的局面 由自己来决定 收看的时间 内容和方式 于是 作为一种具有时间转换 个人资料保存 和预录 引带播放功能的 磁带录像机 便成为满足上述 需要的最佳选择 也正是由于电视 所引发的社会需要 才使得磁带录像机 以惊人的速度 在美国 英国 等工业化国家 迅速扩散开来 当然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 技术扩散 它也有一个前提 也就是 只有当某种技术 扩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技术的主导作用 才能发挥出来 美国传播学家 罗杰斯 在其著名的 创新的扩散理论当中 描绘了一条 S型的扩散曲线 指出 当一种创新 只有在其 潜在市场当中 大概扩散到 百分之十六的时候 扩散率 才会 急剧加升 进入一个起飞点 也就是我们讲的 take off point 与技术的扩散阶段 相一致 技术对于社会的 决定作用 也要在 这一起飞点之后 方能显现 而一旦技术进入 成熟期 社会对技术的作用 就显得相对弱化 与滞后 使得技术在特定情况下 会凭借自身固有的属性 暂时挣脱社会的控制 而产生人们难以 预料的结果 当某种技术逐渐过时 无法满足 新的社会需要的时候 社会的力量 又一次 超过技术的力量 迫使过时技术 做出改进 否则便将其淘汰 这就是我们讲的 技术与社会 互动过程当中的 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过时期 那么在这一阶段 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又回归了社会决定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幅图 来看最后这一个阶段 过时期 在这一阶段 社会对技术的影响 又占据了上风 二者的关系 又回归到社会决定 某项技术 因为逐渐过时 而转向了社会边缘 对社会的影响 也大大减弱 同时 同时新的社会需要 又促使新的技术原型浮出水面 被社会采纳 接受并广为扩散 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演变 社会的决定力量 在这一阶段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新的社会需要 对于新技术的刺激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喜心 因为当人们有了新的需求的时候 当然需要发明新的技术 来满足这样的一种需求 但同时 与旧技术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 各种因素 对于潜在新技术的采用 会产生一种延缓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讲的练就 所以在最后这样一个过时期阶段 我们会同时看到 喜心和练就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微软公司 1981年首次推出的 MS-DOS操作系统 我想很多人看到 这一幅开机画面的时候 还会记忆犹新 当年很多人 无数个日夜 就是在这样的DOS操作系统当中度过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 一点都不友好 对于电脑不是特别了解的人 会感觉很困难 用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输入各种不同的命令 计算机的语言 所以随着电脑功能的日益强大 该系统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 微软曾经打算在2002年左右 推出新的名为 Whistler的操作系统 但由于担心与其他设备的兼容性问题 而没有敢于冒险 所以面对Linux和Java 这样的一些同类公司的激烈竞争 微软不得不继续维持 基于DOS的Windows操作系统 很长一段时间 以保证其现有的主导地位 可见 对于稳定的商业环境的欲望 使得技术的革命性大打折扣 再加上外部的限制和垄断的趋势 使得利润原则表现得最为明显 过时技术正是在 这种社会力量的制衡当中 以一种逐渐的方式淘汰或蜕变 当然 过时技术的淘汰或者说蜕变 也并非一夜之间的事情 尽管新的社会需求 已经开始对旧技术施加压力 然而经过成熟气候的 旧技术通过与社会各种因素的充分互动 已经升值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与社会融为一体 而社会系统自身的惯性和发展的连续性 使得过时技术的蜕变和新技术的引入 要以保存现有商业实体和其他机构的基本社会形态为前提 因而新旧技术的交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进化 Evolution 而远非疾风突进式的革命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Revolution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尽管经受了技术的炮轰 但我们所有的文化制度仍然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 许多变化都是逐渐呈现的 因此任何单方向的决定论 无论是技术决定论 还是所谓的社会或文化决定论 都无法全面合理的解释 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而都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一方面 技术决定论将技术视为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唯一因素 无视实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 与事实不符 另外一方面 认为技术完全被外在力量所决定 同样也是片面之词 毕竟人类生活的过程当中 影响力的来往从来就不是单方向的 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过程 在这一过程当中 各种社会权利因素相互竞争与较量 一起对媒介施加影响 但正如威廉斯所言 这些权利因素从来不能控制全局 也不能全部预测整个复杂活动的结局 限制之下 总有空间可以转环 压力之下 存有反抗的余地 感谢观看 可乐 贸贸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